最近當然卸任 回台大醫院 有很多記者在問我說 你這樣會不會不習慣 我跟他講說 其實我當醫生當30年 當市長只有當8年 所以對我來講 醫生還是比較習慣 這跟大家講一個有趣的概念 我以前剛當市長的時候 人家來應徵工作 我都希望說 履歷表要很漂亮 做過很多事情 但是後來我當了幾年以後 我現在用人的標準 凡是來應徵工作的 履歷表約後一張寫不完 我通通不入用 為什麼 如果在過去20年 他每一兩年就換一個工作 有什麼理由來你這裡會做很久 所以我後來發現履歷表長的不要用 那比方說換太快了 其實我的履歷表寫起來只有兩行 台大外科醫生 第二行是台北市長 這個你去YouTube 第三個字 柯文哲 按到點閱率 然後從那個點閱數 從上往下看 當然第一個是 那個韓國瑜大戰王世堅那一個 第二個是那個一日市長幕僚 不過後來我發現 那個學姐大概貢獻了五百萬的點閱率 不過那個第三步 這個很有趣 他這個有十八分鐘的演講 講那個生死的智慧 在那個十八分鐘的演講 你知道 台大外科的老師 你知道 退休 他跟我說 閒謝退休 你要請也請得到好 我說好啦好啦 後來我就 我跟我的學長 你知道 就現在那個台北市立仁愛院院長 那個黃時鋒 還有我的老師 你知道 去那個 那時候叫來來 現在改名叫喜來登 來來的二樓有一個安東廳 那個法國菜 結果我們三個人喔 吃了一頓飯 你看他的帳單連都綠掉了 兩萬六千塊 兩萬六千對 問題是已經吃了 也不能吐出來煩他 而且最慘的是什麼 我的信用卡是陳佩奇的副卡 我想說 誰人家吃兩百六千塊 哇操啊 這個問起來怎麼回答 我沒有想到說那個 法國菜那麼貴 你知道 第二天早上喔 我起床去上廁所 我在想說 這個 這個快要九千塊 才製造出來的東西 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看了老半天你知道 我發現我跟那個 在台大醫院那個 V1你知道 V1那個自助餐廳喔 平常一餐七十塊 我看不出差別 我在廁所裡面 剎那之間 大廁大霧 人生的榮華富貴 不過就是一頭大便 你吃九千塊也是那樣 吃七十塊也看不出差別 所以喔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知道 我常常在活在世界上 追求很多榮華富貴 其實最後也沒有什麼 我要跟大家講喔 我小時候你知道 我媽媽都跟我說 以後當醫生 可以賺錢又可以救人 我要跟大家講喔 我救過很多人 錢還是沒有賺到 這個是這樣啦 我還記得我在台大醫學系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都跟我講說 醫生以救人為天職 可是從來沒有一個老師 叫我給我另外一堂課 遇到救不起來的病人怎麼辦 我還記得喔 當那個實習醫生第一天 你知道喔 穿上白袍 很興奮你知道喔 到急診處去 我看到 急診處喔 我遇到的第一個病人喔 我看完以後 我就想回家了 這真實故事 我當醫生的第一天 一對夫妻結婚 去蜜月旅行回來 先生去上班的第一天 我還記得 就在那個 我們那個隔壁那個 那來來喔 那個飯店在室內整修 就那鷹架倒塌 你知道 去打到那個 打到他的頭 衝到台大醫院 電腦斷子一看 整個裡面都有爐內出血 一下就腦死了 就插著呼吸器 你知道呼吸器一拔掉 他就死掉了 你會想到說 世界上有這麼慘的事 蜜月旅行回來 第一天 那個太太就變成寡婦了 我那時候當小醫生 你知道喔 我看著那個新娘 新娘看著我 我都不曉得我要講什麼話 我突然發現 你知道喔 原來世界上不是這麼美好 我每天都跟我們講 我當那個小醫學系學生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都教我們說 醫生以救人為天職 我上班的第一天就發現 我遇到救不起來的病人 而且束手無策 而且就看著那個新娘 他也看你 所以我突然發現 原來世界不是這麼美好 因為我當過17年 台大外科加護病房主任 我每天都看到 生離死別 悲歡離合 看太多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的個性 比較隨便 比較 算了 後來喔 我當過5年半的創傷醫學部主任 我常常喔 上班的時候要沒事幹 想要下班了 下班前五分鐘 你一個大事物送進來 哇 真的 從那個急診處到開刀房到加護病房 滿了兩三天 所以我應付那個 不確定的事情的能力很強 因為創傷醫學部每天都不曉得 你會遇到什麼事 我管過台大醫院的器官捐證 跟器官移植 有人出車後 腦死 捐出器官 給另外一個快要死的人 器官移植活過來 請問是誰的成功 誰的失敗 有另外一個人失敗 才有另外一個人成功 我在當醫生的時候 在台大當老師的時候 每次那個有人捐器官 你知道 我要分配工作 誰要去拿器官 誰要去種器官 就發現每次說 誰要去拿器官 大家都不肯去 因為他覺得說他腦死了 我跟他把器官拿出來 很像秃鷹 大家都不喜歡去 然後那個器官移植那一組 大家都很喜歡去 為什麼 快要死的病人 你給他換器官 然後 他就活過來 你知道 獲得新生命 那邊拿器官的那一組 推出去的時候 肚子器官都被拿掉 空掉了 你知道 那家屬哭了一塌糊塗 所以大家都喜歡去做 那個種器官的那一組 沒有人要去做 那個拿器官的那一組 問題是 沒有人拿器官 有辦法種器官 所以我後來才發現說 世界上的成敗 到底是誰的成功 誰的失敗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 你知道 心臟衰竭 專業科目 每天給他做心臟超音波 看到心臟功能在恢復 我還記得我要下班的時候 我跟那個病人家屬 我說這個心臟功能有恢復 我們大概明天早上 可以拆掉 這應該會過關 就晚上一兩點的時候 住院醫師打電話給我 用科幣來醫院 我說什麼事 我說你還看就知道了 我就跑去看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因為葉克膜 它是插在股東脈跟股靜脈 然後股靜脈血液出來 經過胖腐 經過養殼器 再送回那個股東脈 每一分鐘是兩千cc 那個病人 因為我們第二天想說 要拔管 你知道 要拔肌膜 所以那個麻醉藥開始減量 結果他晚上 那個病人 在扭 一翻 那管子扭出來 一分鐘兩千cc 那個房間 跟兇殺案的一樣 我去的時候看到那個房間 整個房間全批 那個病人當然一定CPR 那快死了 我想說糟糕 我要下班的時候 才跟家族說明天早上 Ecom要拔掉 應該會過關 現在快要死了怎麼辦 我要跟大家講 人家說你當台北市長 那個壓力會不會很大 我老實跟你講 我今年六十三歲 六十四歲 我一生當中壓力最大 是那個病人送到急診處 比方說大車禍幹什麼 然後我們再開完刀 又送家戶病房 搞了兩三天 然後我出去需要跟家屬宣布死亡 有時候他跟那個 有時候二十六七歲出車禍 頭部壞上 搞了兩三天救不回來 我要去跟他媽媽說 你兒子沒救了 我每次一講完 有沒有那種說 一講完 家屬就分過去了 我遇到過太多了 對我來講 你知道 那什麼王世堅在鬧 那個都小事 我當醫生三十年 剛好經過這三個階段 一開始見山日山 後來見山不是山 後來又見山日山 這什麼意思你知道 我當小醫生的時候 穿上那個白袍 我有看到病人你知道 我35歲就當上 台大外科教育病房主任 我有十幾年的時間 我都沒有看到病人 很奇怪 為什麼你知道 我只看到那個監視器 心電圖監視器 抽血結果 所以那個監視器看一看 你知道 那個訓律在跑 然後那個抽血結果 這個猛爆性心肌炎 我有十幾年的時間 我只有看到監視器 看到心電圖 看到抽血的結果 看到病理切片 看到S光片 看到CT 我就是沒看到病人 過50歲以後 很奇怪 我又開始看到病人 又要看到旁邊有家屬 所以我當醫生 真的有經過這三個階段 一開始有看到病人 後來沒有看到病人 後來又看到病人 那每次那個黃針堅 我們那個聯合醫院的院長 台大醫院他慢我一屆 我們兩個是好朋友 我們有一個朋友 矮正末期 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矮正末期 現在情況還穩定 我說大概半年內也不會死 所以不要住院 你回家 有問題再來 他不肯回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有小三 他回家小三不能去看他 他在醫院小三每天可以來看他 我跟你講 50歲以前我都不懂這個道理 奇怪叫你回家 就好好的回家 有問題再來 他不肯回去 我跟你講 我在年輕的時候 我不曉得人活在世界上 有愛恨情仇 然後有生離死別 悲歡離合 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血肝是這樣 真的 所以 那個醫生沒有當到一個年齡 你知道 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我在當外科教育長主任的時代 你知道 沒有心臟 沒有肺臟 沒有肝臟 沒有肝臟 沒有腎胃道 都不會死 葉克膜裝上去 期待心臟肺臟功能 這個 打一根中心靜脈導管 三個月不吃飯也不會死 每天洗腎 沒有腎臟也不會死 每天血漿叫飯 沒有肝臟也不會死 我跟你講 我年輕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怪醫秦博士那個level 很厲害 然後 我問你 你有看到病人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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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EKOMO這台 這個是洗腎 這個是呼吸器 這個是 中心靜脈營養針 這個是控制體溫的 EKOMO裝上去 沒有心臟 沒有肺臟 沒有肝臟 沒有肝臟 沒有腎胃道 都不會死 我那時候覺得自己很厲害 昨夜西風凋臂樹 獨上高樓望見天涯路 可是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如果心臟不會恢復怎麼辦 所以你EKOMO裝上去 它不會死 可是沒有說它會活 你心臟功能 肺臟功能 不恢復 你EKOMO拆不掉 你就等到有一天出病發症 所以 為什麼會有那個說 人生三部曲 一開始想到自己很厲害 我們要看看 葉克摩的故事 1994年 台大醫院就有EKOMO 那時候從美國回來 前面幾年都沒有人知道 十年痰窗 無人問 一舉成名天下之 哪一個事件 你知道 邵曉玲事件 邵曉玲出車禍 CPR 在那個漆煤 撞一桶 這救回來的 其實這也有故事 因為對台大的醫生來講 你知道 做得多 薪水也是一樣 做得少 薪水也是一樣 所以 不需要讓人家知道 這有個笑話 每次去外面演講 人家說 你不要再講台大的故事 私人醫院 生育好就提高價格 他們叫以價制量 台大醫院是公家機關 他病人多 他只要以態度不好制量 叫你不要來看 你又來看 你知道為什麼嗎 態度不好都已經看到 晚上十點了 態度好怎麼辦 所以我們那個ECOMO 有十二年 那個很厲害 沒有心臟 沒有肺臟 什麼都不會死 可是都沒有人知道 邵曉玲事件 一夕爆紅 你知道嗎 但是這樣 只有一件事情他不會紅 後來一個叫星星王子 那個星星王子是這樣 腎上腺長了一顆瓏 它昏泌那個腎上腺素 每次一昏泌的時候 血壓就衝到200 所以頭就很痛 所以一開始看神經那個 看不出來 最後看到精神科 因為它發作的時候 血壓衝高 可是不發作的時候 它沒有昏泌的時候 完全正常 所以每次去檢查都正常 那個腎上腺一昏泌的時候 它又血壓衝到200多 這很不舒服 有一次終於 血壓衝太高 心臟受不了 送到其他醫院 要做心導管 奇怪心導管全部正常 怎麼會人風過去 反正故事是這樣 七搞八搞 CPR送到台大醫院 他後來那個ECOMO病化症 腳還被鞠掉 黑掉 這故事是這樣 他送到台大醫院 你知道 那時候 送到急診處 人家說 在外面 反正就莫名其妙 心率不整 就裝約克膜 送過來 我站在那裡看 你知道 看了幾分鐘 你知道嗎 就腎上腺素腫瘤 然後那個 急診處的醫生說 你怎麼看得出來 我說齁 在臨床上 血壓越上 忽高忽低的病沒有及格 我要跟大家講 這是我們台灣健保的問題 我們台灣健保 剛剛畢業的 看一個門診也是250塊 做了20年看還是250塊 我要跟大家講 看病不要找太年輕的醫生 這個為什麼 當時一進來 我看了30分鐘 就知道這四顆細胞瘤 因為它是我遇到的第三個 因為血壓非常忽高忽低的 沒有幾個病 我第一次看 奇怪 什麼病 怎麼會這樣 後來 終於去查到那個 電腦斷層去查到 那個腎臟腺素瘤 所以第一次我想了兩個禮拜 才想出來 第二次又遇到 想五個鐘頭 第三次30分鐘就知道 其實它長在哪裡 因為這個圖就 這個是腎臟 腎臟上面這一顆 切掉就好了 是不是細胞就好了 其實喔 醫學還是要經驗 你沒有遇到就是 就是不會 所以沒有理由 那個年輕的醫生 跟老的醫生 那個錢一樣 這個是一個蠻有趣的案例 他叫小薇 他是一個跳舞的 有一天猛爆向心肌炎 送到國泰醫院 他很瘦 他心力不折 因為他很瘦 所以CPR很有效 壓的時候 他眼睛就睜開 看醫生 手一放開 他就昏過去 突然就不敢停 一直壓一直壓 打電話來問我 我說 欸 這CPR已經好幾個鐘頭 還沒死怎麼辦 我說 他不然就送來台大醫院 結果他就從國泰醫院的家戶病房 一直壓一直壓 然後上救護車 一直壓 要到台大醫院 後來在台大醫院 給他裝葉克膜 我當年為什麼留著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很神奇 這人躺在這裡 他眼睛大大的看著他的螢幕 他的螢幕是平的 心電圖是0 他心跳停止了 整個心臟裡面的肉裡面 都是淋巴球禁頓 這個是很典型的猛爆性心肌炎 這是現代醫學的奇蹟 世界上最長的CPR 總共壓了4個小時 裝葉克膜 九天 心臟加肾臟移植 回去跳舞 完全正常 2014年 我要選台北市長 開始在跑他 你知道 有一次到一個地方 突然有一個女生衝上來說 柯比柯比 你記得我嗎 我旁邊的助力大家臨氣順順 這個是來討奶粉 我看他 坦白講我都忘了 他後來衣服拉下來給我看 對對對 那一個 我跟你講 我常常 不記得你 我只記得你身上那個傷口 這個 全球首例 台灣奇蹟 南無心臟活16天 有一個人蛀牙 那個細菌跑到血流裡面 後來跑到心臟 在那個七美醫院開刀 那個 他就是打開 我看看 他是打開 那個心臟都爛爛 那個心臟把它剪掉了 沒有心臟 後來裝了兩台月課膜 怎麼辦 轉台大醫院 所以這個 兩台月課膜 心臟被剪掉 剛才那個是有心臟不會跳 這個更厲害 連心臟都沒有 全部都平的 這個 後來 還有 我記得16天後 我給他做心臟移植 你知道 理論上這應該是心臟 就是人家管子 這管子 接到大血管 接到外面 這個人 16天沒有心臟 後來心臟移植再救回來 所以 用躍克膜救命 台大佔全球一半病例 我這有一個故事 他說請問這個 CPR 你知道 存活率多少 我說答案是看他送去哪一家醫院 這個是一個原住民 原住民 然後有一天喝酒醉 他還以為他是李白 喝酒醉還跑去游泳 結果就嗆到了 他那個整個會上全部肺炎 喝酒醉去游泳 嗆到 那髒水跑到肺部 整個肺炎都白掉了 這個ECMO用了117天 這個我後來發現 肺炎不管功能多差 通常在50歲以前都還救回來 時間都要擺得夠久 為什麼我們有機會看到這麼多生離死別 以前來不行不行就死掉了 因為ECMO裝上去 有一半可以救回來 另外一半救不回來 那個舊的回來跟舊不回來之間 你知道 哇就很痛苦 他先天性心臟病 後來開刀 開完以後手術不順 沒有辦法脫離那個新飛機 後來就裝月克服 兩根這個 這黑黑的就是插在右心房 這比較紅的就插在主動脈 問題是他ECMO裝了兩天以後 腳黑掉了 你有兩個選擇 雙腳剁掉繼續救 一個說算了不要玩了 ECMO關掉讓他走了 請問 贊成雙腳剁掉繼續救的舉手 ECMO關掉讓他走了 哇你們非常沒有愛心 我跟你講 這個更難 肺炎雙腳剁敗血症 壯月克服 四肢都黑掉 還加一個肾衰竭 問題是他來的時候 眼睛大大看著你 啞開個搖頭點頭 他意識清楚了 贊成四肢 鬥掉繼續救的舉手 贊成一根摩關掉讓他走的 好我跟你講 他意識是清楚的 他會搖頭會點頭 他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請問誰要去關機 我跟你講 活在世界上 不是每一天都在過年 我跟你講 這個小朋友現在還活著 因為當年被我們腳抖掉 現在已經幾歲了 這一台刀是2004年開的 現在已經19歲了 不然給他取個外號叫小牆 生命力非常強 救回來 這個齁 已經死了 因為當時 我記得這躺在小二家有病房 我在辦公室裡面走來走去 鬥還是不鬥 肺炎雙球菌敗絕症 這已經四肢都黑掉了 鬥了一定會活嗎 不一定 因為已經感染了 就算活了 如果萬一腎臟功能沒有恢復 這個一個人球又要怎麼洗腎 我就舉期不定 鬥還是不鬥 走來走去 想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死掉了不用救了 為什麼 有一句成語叫做壯士斷亂 有沒有聽過 你要救他一定要當機立斷 因為你不救他 這個毒素一直進去 心臟就停掉了 為什麼要講這個 今天在座大部分年輕人 今天問你們一個非常嚴肅的題目 你認為怎樣才算是活著 回去想想看 很難的題目 死亡是什麼 怎樣才算是活著 我以前每天都在想這個題目 醫生最大的敵人 是病人的死亡還是病人的痛苦 常常死前住在加護病 每一個都多好幾公斤 我後來算一算 心臟外科加護病 平均死亡體重多差不多3點多公斤 因為最後就是 腎功能不好就打點滴 每一個都死前都腫腫的 這是一個等肺臟移植的病人 他等肺臟移植 他一直等不到 後來就給他裝ECOMO 可是ECOMO裝上去後來就開始感染 感染又不適合做器官移植 可是他又沒有辦法脫離ECOMO 有ECOMO又感染 感染又不能做器官移植 就卡在上面 我記得這個偷了六個月 我還記得六個月 然後那個腳慢慢黑掉 為什麼你知道 他血壓只有五十四十 我跟你講 如果平常人早就死掉了 可是ECOMO把他撐著 他死不掉 所以他可以看到自己的下半身 慢慢黑掉慢慢死上來 我問你 一樣 要繼續救的 還是要算關機 我跟你講 關機最大的問題是誰要去關 我們叫醫生 我們沒有醫死 死人也不用醫 問題是你每一個都救得回來 如果遇到救不回來病人 你怎麼辦 誰不能接受病人死亡的事實 是病人 家屬 還是醫生 我跟你講 我的經驗是醫生 因為病人已經昏迷了 不會講話 家屬是看醫生怎麼跟他講 我還看到那醫生罵病人 罵那個家屬 我都沒有放棄 你為什麼先放棄 我看過那個心臟外科 做那個心臟移植 手術後那個心臟功能不好 那個醫生真的 就直接睡在那個病人 在家屬病房睡在病人旁邊 到最後那個醫生 大家又怕阿公 他已經把那個病人的生死 變成是他的成敗 這很難跟你們講 就是一個病 一個醫生救一個病人 他已經發了半個月都 都沒有做其他事 就要救這個病人 救他最後一天去壓攻 他已經沒有辦法接受這個病人 會死亡的事實 這個嚴重頭部外傷病人的故事 有一個山蟲 你知道 一個做工的 小學畢業做工 後來就頭部外傷 反正就不知道怎麼搞 頭部外傷到台大醫院 不開會死 開了會變職務人 然後那個住院醫師就跟那個家 那個他太太說 不開會死 開會變職務人 如果你要開的話 這是手術同意書 如果你不要開的話 這是拒絕急救同意書 你趕快決定你要簽哪一樣 結果那個 太太當場愣在那裡 拖了30分鐘 主治醫師就打電話來 要救的話就送開刀房 然後他說報告全線 那個太太已經拖30分鐘了 沒有辦法決定 他說 問他為什麼 以後那個不是他太太而已 親戚全部都跑來了 三十幾個人 現在那個會客室 全部都是他們的親戚 後來那個主治醫師就說 那我知道 我來處理 就是那個小教室 那個病人的太太就坐這裡 然後那個家屬全部一堆在那裡 那個醫生就講說 這個 嚴重頭部歪傷 不開應該就死掉 可是開的話 應該會變成職務人 所以你們家屬的態度怎麼樣 後面就開始罵了 說什麼消費 才50幾個人而已 不然叫他這怎麼可以 那醫生也不吭聲 就把話講完以後 然後就問說 那個 逆生 這 我本來是要倒出錢 要倒股 要倒七十六 都要問清楚 你的意見在哪裡 這個事情 他們太太決定就好 你知道那個太太為什麼不敢簽 你知道 其實那個太太很清楚 她不可以簽 為什麼 她有三個小孩子 剛好國小國中高中 那個公公婆婆還在 我問你 如果你在台北市 你變成三管病人 你知道什麼叫三管病人嗎 就是鼻胃管 氣管跟尿管 就是說如果你變職務人 請問你一個月要多少錢 最便宜的三萬多塊 那個太太其實不想救 可是她不敢簽 因為她一簽下去 哈哈 嘸嘸 嘻嘻 一聲 憂憂 他們就賭 這還好 那在外面有頭脾鴻 不然怎麼這樣 所以我後來發現 你知道 我以前在當小醫生的時候 你知道 那時候還在R1 我認為 全台灣最會開神經外科是林瑞銘教授 在我那個年代 他說當小醫生 R1 R2 奇怪 那個頭部外傷送到台大急診處 然後我就照會林瑞銘來看 結果他來看一看 他都沒有在看病人 問那個家族說 你們家是做什麼生意的 一個月賺多少錢 有幾個兄弟姐妹 我說 閒心病人在這裡 結果他在問那些 問完以後 他就突然消失了 我後來隔了幾年我才知道 林瑞銘教授替病人決定 替家屬做決定 你要是很有錢 王永慶 開神主人也不要緊 你要家裡很窮的 你老闆要當他變植物人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作為醫生 每一個病人都要救到底嗎 不是 常常是 這就是人生的現實 所以 我們在治療什麼 我們在治療病人 治療家屬 還是在治療醫生 治療醫院 治療社會 有一次國防部地下室爆炸 那時候還在臺灣當醫生 然後 我在醫院聽到廣播 他說 9595 9595是台大院的密碼 就是有CPR發生 救我救我 急診處 有病人 9595 然後說要裝葉克膜 我就去看 結果這不會活 你裝什麼葉克膜 我就罵他們 有不行 這個社會矚目的案件 我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你在治療病人 治療家屬 還治療社會 廖峰德就是一個案例 你們大概忘記廖峰德是誰 他是那時候 馬英九2008選領 這個預計要當內政部長 結果去爬山 在山上心肌梗栽 送到醫院 其實送到醫院 早就死了 他被裝葉克膜 我就說 那這個人都死了 撞紅葉克膜 我說那ECMO可以拆了吧 他說不行 這個王金平還沒看過 這什麼狗屁的 反正 所以這樣 一開始認為自己很厲害 卓越西風 凋避樹 獨上高樓 望見天野路 後來 衣袋健寬 縱不回 微笑的人憔悴 我常覺得 這明明就救了回來 晚上那個管子溜掉 死掉了 後來 過50歲以後 終於想通這個道理 眾裡尋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那人正在燈火南山處 這什麼意思你知道 盡力就好了 醫生是人不是神 我們也沒有罵救回每一個病人 做到溫馨無愧就可以 所以 我在台大當醫生的時候 我的學生都知道 柯P晚上最好叫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很討厭 第二天早上在查房的時候 我那病例翻一翻 你知道 我心裡面在想多大 昨天晚上有來看就好了 我跟你講 你知道世界上最難騙的人是誰嗎 你自己 因為自己心裡有數 所以後來 我每次 那個 那個學生打電話給我說 可屁可屁 病人情況不好 我就說 好啦好啦好啦 我來看 我來看 因為我很不喜歡那個感覺 你第二天再後悔 所以 我的人生哲學最後就八個字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當了三十年醫生 你知道 最後的人生哲學 我們沒有辦法救回每一個病人 其實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也沒有辦法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圓滿 沒辦法 這是有一個病人 你知道 這先生也寫了一封信給我 故事是這樣 他等會上移植 等了很久都沒有等到 後來在台大院住 有人跟他講說 那個器官移植的 是柯文哲醫師 他先生就跑來找我 我就說他住哪個病房 我去幫他看一看 弄一弄 結果後來還是等了 等了很久 還是沒等到我肺臟 最後等到肺臟的時候 那一次手足失敗 血流不止 肺臟移植 做完後血流不止 後來病人就 移植手足失敗就死了 死了 他在器官移植之前 就跟他先生交代 他說我們等器官移植 等得這麼痛苦 如果手足成功當然很好 如果萬一失敗的話 看他身體還有哪些器官 捐給別人 讓別人也不要有這種等待的痛苦 結果手足失敗 後來因為流血太厲害 器官都不能用 只有眼角膜可以用 所以就捐了眼角膜 隔了差不多一年 他說 柯醫師你好 或許你已經忘記 我是去年11月 因胃腸移植而去世的病人 XXX的先生 時間匆匆已過了半年 且這封信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你為病人的付出 相信很多默默記在心裡 當你每次拖著疲憊的身影 在訓房時 請了解我和太太親媚媚 算你幫助的人 感念 感念在心 也希望每一個醫師都有你的影子 謝謝 他在信裡面有講說 他跟他太太戀愛十幾年 結婚 好不容易生了一個小孩 一小孩子出生 太太就被診斷肺動脈膏壓 當時肺動脈膏壓沒有藥 一定要肺脹移植 結果手術又失敗 所以還是沒有救回來 不過他後來半年後還是寫用信給我 說他還是謝謝我 因為他在等待肺脹移植的過程當中 給他很多幫忙寫了一堆 你想想看 對醫生來講 他是很多病人當中的一個 可是對家族來講 他是唯一的 所以 分明是說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盡力就好了 年輕的時候還不錯 不過人生都是意外 你知道嗎 本人經過愛知案 國科衛案 MGE49 經過衛生局 衛生署 醫社會監察員 立法院遞檢處 調查局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醫師懲戒委員會 再加上國稅局的查證 成績部的查 還有全績部降級 本人經過中華民國武權縣 你知道你們為什麼會起哄嗎 因為你不是當事人 你被操一邊看看 這國家瘋了 後來有一天我說 你知道我選台北市長嗎 我絕對不是什麼 我有救人的這種偉大報復 都不是 我當年是走投無路 有一天我接到調查局 法務部調查局 台北市調查處通知書 然後呢 我的暗遊是貪賭案 犯罪嫌疑人是柯文哲 我說我在台大當醫生 我怎麼可能什麼貪賭案 後來我就去基隆路那個調查局 被審訊了三個鐘頭 他問我說 你四年前買的五張塑膠儀 現在在哪裡 我說我能不能回去找找看 我說如果沒有找到 他說涉及公務員貪賭罪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為我們那時候 國科會案 都是助理在報仗 買塑膠儀 我們那個助理去跟那個文具商買 反正就找個人開發票 就買那個 他說塑膠儀是家具不是文具 你找家具行開發票 涉及公務員登載 如果沒有找到的話 就變成是假發票 貪賭罪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那天走出調查局 我就決定選台北市長 我幹 沒有 這個是鴨屎 肉頭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咬咬咬咬 我現在每天晚上看call in節目 我也是這樣感覺 咬咬咬咬咬 我最近去走那個白沙屯媽祖繞 走九天都不用買東西吃 而且還可以看好不好的 好的才吃不好的 還可以挑 他說不用買東西吃 哇!九天沿路都吃不要錢 那個人給你吃的時候 送給給你吃 他都怎麼講 有年媽祖叫你嫁人 他有沒有說 你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的 國民黨不可以吃 還是民進黨不可以吃 沒有啊 然後那個旁邊 他不是那個車子要跟著走嗎 累的請上車 有沒有 他有沒有說 民進黨的不准上車 沒有啊 這個是這樣 2017年2月17號 早上8點30分 早上8點的時候 把醫師堂拖下來 掛在牆上 一個人走出台大院 你有想到說 九個月以後 竟然 2014年10月那場選舉 世界翻轉 2017年2月17號下午 我在蔣費水紀念公園 宣布參選台北市長 那時候大家說 嚇我了 怎麼會這樣 我可能 柯文哲說 如果要給台灣的年輕人 最大的歧視是什麼 就是 Just do it 勇敢的做下去就對了 做 不一定會成功 不做 一定不會成功 所以有時候活在世界上 Just do it 勇敢的去做就好 做到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